就像三對話 好 現在回來 剛才不好意思 有些Technical Difficulties 我們現在再回來繼續 繼續講一下這個遊戲的流程 玩家負責控制四師圖 我們設置玩家的卡 設置敵人放的位置 四師圖的意思是悟空他們 對 悟空 朱伯介 沙僧 和唐僧 其實遊戲主力就是要保護唐僧 不要被敵人殺了他 這隻就是唐僧 沒錯 主力是要保護他 但唐僧其實有一個特別的玩法 唐僧其實可以封印這些地心的東西 其實所有的怪物都是源自地心走出來 其實只是唐僧才有特別的方法 可以封印他 主要的故事就有幾個不同的玩法 例如我們有些故事就是 要拯救一些村民 這些就是村民的Token 例如有些關卡就是負責要收集這些書卷 去封印魔物 當然啦 最後那一關就是要打贏牛魔王 你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譬如玩一個Turne是怎樣玩的這個遊戲 我可以試一下的 你試一下最簡單的方法是怎樣玩的 例如現在這個Turne 就是玩家在控制四師圖 你看到悟空那張卡 悟空那張卡 MV代表Move 它可以動四格 我們現在就推它們走四步 1 2 3 4 它因為有個攻擊範圍在這裡 其實好像炸彈人一樣 它現在是一個十字攻擊方法 譬如如果這隻牛魔就在它的攻擊範圍之前 我們就開始砸色 兩個紅色就是代表攻擊色 我們可以砸攻擊色 如果那顆色的數值比這隻牛魔 就代表我們可以打贏了它 當我們打贏了它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超渡它 或者是不超渡 當然超渡了它 就有因果和葉的成分在裡面 如果想超渡它 就要砸一顆白色的色 例如1 它超渡的數值是1 我們就可以成功超渡它 它這個好的能力值就會上升 我們就可以將它換不同的法術卡 去打其他敵人 OK 那這個就是基本的攻擊範圍 我看到你有其他部分 譬如這些是什麼 其實這個是代表玩家的牌 例如這個回合就是到沙征了 你把牌放回自己 人家就知道這個回合是你要動的時候 OK 剛才你說過這副東西有多少個部分 總共有33隻企 款式大概有12款 因為我們那些牛的步兵 戰兵和衝鋒兵就會有相同 因為它們是一些小驟的步兵 是 你可以拍一下這個套的圖片 哇 裡面真的很多東西 很小 很大盒 這個售價 我看到全套的套 寫著是980元 現在賣 我聽說可以後來自己再買一些 再加上去 沒錯 沒錯 其實接下來我們都會想製作 白骨精和蜘蛛精 這些延伸都可以配上去 我們現在的call box 可以現身一起玩 哇 好有型的蜘蛛精 這就是我們下一個延伸的蜘蛛精 還有其他角色去做 我們是 你這本artbook也有得賣的 是嗎 沒有得賣的 哈哈 還有省棋在我們這個7的C1920 可以去買這個單獨的棋 好 還有什麼補充 創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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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中國文化 但我就想把它包裝為一個歐美風格的感覺 所以就把這個感覺放在這個board game 我也見過外國有些類似的遊戲 都是有些figure 有些攻擊數值 在肥門玩 但就沒見過有中國風格 因為其實我覺得外國對於中國的主題是很喜歡的 但沒有一個他們感覺上的美術 或者整個感覺是很接近他們的文化 但我就可以把中國文化加入了 其實很多人都懂得孫悟空 因為龍珠的關係 大家都懂得孫悟空的故事 亦都對他很有興趣 好 那這次就應該說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個站再見 拜拜